茄子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但是在种植茄子的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叶子发黄的现象 影响茄子的生长和品质 那么茄子叶子发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又应该如何防治呢?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1.茄子叶子发黄的原因 茄子叶子发黄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肥害 如果施用了过量或者不合适的肥料 会导致茄子根系受到刺激 或者烧伤 影响水分和养分的吸收 造成叶片发黄 特别是在阴雨天气或者高温天气 肥料中的氮素会积累在土壤中 产生氨气 对茄子造成毒害 2.药害 如果使用了浓度过高或者不适合的农药 会对茄子造成化学伤害 使叶片变黄或者枯萎 特别是在高温天气或者强光下使用农药 会加剧药害的发生 3.病害 茄子亦感染一些真菌 细菌或者病毒等病原体 导致叶片出现不同程度的发黄 枯萎 斑点等症状 常见的病害有 褐斑病 灰霉病 黄尾病 根腐病 软腐病等 4.虫害 茄子也会受到一些害虫的侵害 如粉湿 白粉湿 牙虫 跳甲等 这些害虫会吸食茄子的枝叶造成叶片营养不足 出现发黄或者卷曲等现象 同时 这些害虫也可能携带一些病毒传播给茄子 引起病害 5.缺素 茄子对土壤中的一些元素有较高的需求 如钾 钙 酶等 如果土壤中缺乏这些元素 或者土壤酸碱度不适宜 会影响茄子对这些元素的吸收 导致叶片发黄 2.茄子叶子发黄的防治方法 针对茄子叶子发黄的不同原因 可以采取以下相应的防治方法 1.肥害 合理适用肥料 避免过量或者不均匀 尤其是在阴雨天气或者高温天气 要减少适用氮肥 并适当增加零钾肥和有机肥 同时 要注意保持土壤透气性和排水性 避免积水和缺氧 2.要害 正确使用农药 按照说明书上的剂量和方法进行喷湿 尽量避免在高温天气 或者强光下使用农药 并注意与其他农药或肥料配物使用时 是否有不良反应 如果发生要害 要及时用清水冲洗叶片减轻伤害 3.病害 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除去病残植株和杂草 保持通风透光 减少病菌的滋生和传播 选择抗病品种 或者在适当的时期进行预防性喷药 使用有效的杀菌剂 或者生物质剂 控制病害的发展 4.虫害 监测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 及时采取物理 生物 或者化学等方法进行防治 物理方法包括 使用黄色砧板 网罩 手工捕捉等 生物方法包括 使用天敌 寄生虫 昆虫性激素等 化学方法包括 使用有机磷 拟除虫举止 腮虫禽等杀虫剂 注意轮换使用 防止产生抗药性 5.缺素 根据土壤检测结果 适用适量的复合肥 或者微量元素肥料 补充茄子所需的营养 同时 调节土壤酸碱度 使之适合茄子的生长 如果叶片发黄严重 可以用叶面 喷湿一些钾肥 钙肥 或者美肥等 缓解缺素症状 总之 茄子叶子发黄 是一种常见的问题 但是 不同的原因 需要采取不同的防治方法 只有找准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保证茄子的健康和风产 希望本文 能对茄子种植者 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